四十六集 望着前面的九曲蓝桥 周少锦等人都露出了喜悦的笑容 快,我们快跑过去 周少锦道 就算是秦管师发现了 我们也是鱼归大海,找不到了 番妻等人连连点头 周少锦等人跑上了九曲蓝桥 可他们刚刚跑了一半 就被发现了 水线那边传来了男子的惊呼声 秦管师,您看 完了,完了 周少锦的心中一沉 却也知道他继续跑 还有逃脱的可能 如果停下来 就只有被捉这一条路了 快跑呀 他朝着身后的樊流氏等人喊道 自己则加快了脚步 但就在他们快要跑过九曲蓝桥的时候 秦管师已带着人追到了九曲蓝桥旁 漫天的火把 暴露了他们的身影 秦管师冷喝道 是几个女人,抓活的 周少锦听着脚一软 一个猎切 要不是身后的樊流氏眼急手快 他就要跌落在地上了 快走 周少锦喊着 身子像坠入了冰窟窿似的 樊起也顾不得什么了 回过头来 扶着周少锦就一头窜进了 靖安斋的竹林里 大家都松了口气 朝着晚乡居跑去 周少锦听着耳边越来越嘈杂的声音 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快,我们往寒碧山坊那边去 那边住着郭老夫人 他们就是再大胆子 也不敢这样的乱闯进去 只要不被秦总管做了现行 他主动去找郭老夫人坦白 就算是被郭老夫人责罚 被程家的长辈厌恶 甚至被赶出程家坏了名声 也好过被这群男子拉手扯衣的 樊流氏等人 却以为周少锦有把握 让郭老夫人出面救他们 个个的面露喜色 想也没想 跟着周少锦就往寒碧山坊的方向跑去了 身后的嘈杂声果然渐渐地消失了 周少锦暗暗声喜 前面却突然传来个温唇 却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 这是谁啊 大半夜的不睡觉 在林子里乱窜 也不怕遇到什么打家劫舍的 周少锦吓得全身僵直 脑子里空荡荡的 半晌都没有回过神来 等他回过神来才发现 林中不知道什么时候 在树梢上挂了一盏昏黄的瓜灯 一个青年男子 正坐在灯下的石桌上喝着茶 两个随从站在他的身后 朦朦胧胧的看不清楚样子 周少锦冷汗淋淋 他刚才看得清清楚楚 这边黑漆漆的没有一点的光亮 怎么会冒出一个喝茶的男子来 还有那灯笼 谁没事会挂得那么高 用什么挂的 有那么高的竹竿吗 难道他 他遇到了鬼不成 周少锦想尖声尖叫 和喉咙里咯咯作响 他害怕得都叫不出声来了 那男子却好整以暇地朝着他招手 来 过来帮我沏杯茶 沏茶 周少锦睁大了眼睛 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 沏茶 拿什么沏呢 他不由地朝那男子周围望去 室桌旁只有他坐着的一个石凳 除此之外 什么也没有 他怎么沏茶 他手中的茶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难道 他真的遇到了鬼 周少锦心里一慌 差点就晕过去了 谁知道 对面却传来那男子 朗然地笑声 周少锦愣住了 那声音有点熟悉 还带着几分 让他喜欢的喧和 他不由地睁大了眼睛 男子身子修长 举手投足之间 随意却显着很是洒脱 自然而然地 流露出了些许的轻贵 让人很难忽视 周少锦两世为人 只有一个人 给过他这样的印象 他不禁上前了两步 对面的男子 哈哈大笑起来 灯光下 他飞扬的眼角 都带着温絮 持舅脚 周少锦跳了起来 城池大笑 朝着他招手 想起我来了 周少锦连连点头 心情完全地松懈下来 打腿就跑了过去 跑了两步 这才想到 樊流氏他们 还跟着自己 又忙回头 发现樊流氏等人 都目瞪口呆地望着他 一副呆滞的模样 他情不自禁地 灿然一笑道 是齿舅舅 掌房的四老爷 没事的 听说是掌房的人 见周少锦 又和他一副 相熟的模样 樊流氏等人 齐齐地松了口气 周少锦回头 想向城池 引荐自己的仆妇 他这才发现 事情变得很奇怪 还应该怎么样 向持舅舅解释 他们的出现呢 还有 半夜三更地 清风冷月地 持舅舅 怎么会坐在这里喝茶 他的脚步 不由地愁愁起来 看城池的目光 也带着几分的犹豫 是舅舅 我 只是 没等他的话说出口 他们的身后 就传来 轻快的脚步声 周少锦 急急地回头 看见一个 高大健硕的身影 带着两个人 朝这边走了过来 是秦总官追了过来 周少锦吓得 心里怦怦乱跳 朝城池望过去 城池含笑地望着他 周少锦脑子灵光一闪 莫名地就觉得 城池肯定会 能护他周全的 要不然 他为什么会 主动地朝自己招手 他想也没想 就躲到了城池的身后 樊流氏等人见了 则窜到了一旁的树林里 秦管氏 就带着两个随从 大步地走了过来 周少锦心跳得厉害 他再次悄悄地 朝着城池望过去 城池稳坐钓鱼台般 眼角没烧 也没有动一下 依旧神色轻松惬意地 摩缩着手中的茶钟 难道他就不怕 秦总管发现他们 就算是他管着 城家的树物 能约束着秦总管 可城家不止 长房一家 二房 还有一个老祖宗成旭呢 家里突然走了水 这是一件 很严重的事 如果连走水的缘由 都找不到 放火的人都抓不到 谁知道有了这一回 还有没有下一回了 谁知道这回能发现 下一回能不能发现 这就更严重了 万一程旭亲自过问 隐瞒自己的行踪 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池舅舅的心里 是怎么想的 他和他非亲非故的 顺起来 加上这次才见过三次面 周少锦暗自在心里嘀咕着 心里很是忐忑不安 秦总管已在城池面前站定了 他却像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似的 恭敬地朝着城池 恭身作衣 垂手而立地恭称了一声 四老爷 朱少锦有点 摸不清楚状况 城池微微点头 淡淡地道 怎么一回事 请管是严谨微锤 恭敬地道 哦 是五方的诺大爷 引了几位聪兄弟 及族学的同窗 在五方小花园的水泻里赌博 不知道是谁在水泻旁放了把火 四方巡夜的婆子发现了 敲锣打鼓地跑去救火 谁知道五方那边却一点动静都没有 直到我过去 才有几个仆妇 一关不正地跑出来喊着救火 如今火势已经扑灭了 几位爷爷和公子都安排到了诺大爷屋里 暂时歇着 还没有找到走水的原因 朱少锦心中一致 急急地朝着秦管是望去 秦管是正好也朝他望过来 两个人的眼神在空中碰了一下 秦管是很快地垂下眼帘 避开了朱少锦的目光 他才是那个做错事的人 应该是他害怕他 回避他的目光才是 怎么他反而是一副害怕 多看一眼自己的样子呢 朱少锦越发觉得糊涂了 他的耳边却响起了 城池依旧淡淡的声音 天干雾燥 怕是几位公子 不小心把水泄外的什么东西点着了 这都是小事 倒是五房走火 四房都看见了 五房却没有动静 这才是大事 那边想必还乱着 你去处置一下 明天早上和我一起 去见二房的老祖宗 想必他老人家 今天晚上是睡不着了 秦管氏公生应世 带着两个随从 转身离开了 他的两个随从 从头到尾 都没有吭声 好像两个人偶 而秦管氏临走的时候 好似不经意之间 朝着朱少锦 投来的那一片目光 却有着掩饰不住的差异 这 算是怎么一回事 秦管氏就这样走了吗 像是没有看见他死的 池舅舅还说 是那些在水泄里赌博的人 无意之间点着了火 朱少锦的脑子 都有一些不够用了 池舅舅 这是在为他开脱吗 但今天惊动了那么多的人 大家都看见了 他们跑过了九曲蓝桥 窜进了四房 府里从来不缺 讨好奉承的人 池舅舅 能轻易地压下去吗 好 不能连累了他 朱少锦深深地吸了口气 鼓起勇气 从城池的身后走了出来 是舅舅 是 是我在五房 他一句话还没有说完 城池已经轻声地笑了起来 周少锦不明所以地呆望着他 小姑娘家的 就算是看热闹 也不应该就这么跑出来 城池笑道 清明的眼眸 温和而亲切 还好遇到了我 要是遇到了别人 那岂不是 要被当成贼给抓了起来 时候也不早了 快回去歇着吧 你明天不是还要去学堂上课的吗 小心起不来 被女先生打手板 因为成家受了惊吓 他这几天都在陪着成家 不用去学堂好不好 不过 池舅舅肯定不知道他的事了 要不是一阵冷风吹过来 周少锦差点就脱口而出 他的脸上顿时火辣辣的烧 自己怎么在持舅舅面前 就那么地不着调呢 先被承许 当成了招风引蝶的女子追逐 然后是做错了事 被秦管师追捕 唯一正常的一次 是在寒碧山坊的佛堂 但当时他还是像 被什么灯徒子给骚扰了似的 吓了一大跳 周少锦觉得 自己有必要向成池解释一番 自己并不是那种玩劣的女子 只不过是情况特殊而已 但他没来得及说话 成池以用比刚才 和他说话略高的声音 喊了一声 季营 一个穿着暗色衣裳的女子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她的身材高挑微语 曲线玲珑有致 一张雪白的鹅蛋脸 五官艳丽逼人 目光更是明亮如火 她就这样 不紧不慢地走过来 却让人想起了 盛放在阳光下的玫瑰 似一张扬 动人心魄 周绍锦张大了嘴巴 震惊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从来没有见过 这样漂亮的女子 不 她不是没有见过 比她漂亮的女子 而是她没有见过 像她这样 有个性的女子 她忘了忘成池 又忘了忘 这个被称作 急营的女子 有些手足无措 成池却仿佛 没有看见似的 轻声地吩咐着急营 你把这小姑娘 安全地送回去 既不告诉急营 自己是谁 也不告诉急营 自己住在哪里 急营也不问 双手交合地 放在了腹肩 微微低头 应了声诺 朝着周绍锦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比宫中 女官的姿势 更优美 更规范 周绍锦的脑子里 已经迷糊了 她呆呆地 随着急营往前走 但是忍不住回头 朝着城池望过去 城池坐在 昏黄的灯光下 默默地 摸索着手中的茶钟 静静地 望着她远去 身后是两个 木头般的随从 身边是 无边的黑暗 显得冷清 而又寂寞 朱绍锦打了一个寒颤 忙摇了摇头 自己怎么会觉得 持舅舅冷清 而又寂寞呢 她是两榜见识 管着城家的树 越有那么多的 身份尊贵的朋友 怎么可能会冷清 和寂寞呢 可她为什么越想 越觉得她很冷清 很寂寞呢 朱绍锦还想回头看看 吉颖已到 二小姐 你看着脚下 请随我来 她的声音有些冷 这让朱绍锦 很不好意思 忙留意着 自己脚下的路 随后想起了 樊流氏他们 他们 还躲在树林里呢 啊 吉颖姐姐 你等会儿 我还有几个同伴呢 她朝着树林 轻声地喊着樊琪 樊琪等冲了出来 个个脸上 都流露出了 劫后余声的激动 樊流氏 更是双手合十的 啊 死老爷 真是个好人啊 二小姐 您啊 一定要好好地 谢谢她 朱绍锦 也这么觉得 她再次地 朝城池望过去 树林里 却是一片的黑暗 什么也看不见了 朱绍锦眼睛 瞪得大大的 樊流氏等人 更是面面相觑 吉颖轻笑 说道 二小姐呀 我们快点走吧 五房那边走了水 各房都需要 仔细地盘查 等会儿 盘查的人 就应该过来了 哦 哦哦 樊流氏文言 急急地硬倒 拉了朱绍锦 就往万湘区的方向去 多谢这位姑娘了 我们会小心的 还请姑娘 在前面带路 吉颖昂首挺胸地 走在前面 行走之间 没有任何的犹豫 可见对周围的地势 是十分的熟悉的 成家什么时候 有这样气质高华的婢女了 朱绍锦的心里 乱糟糟的 又回头 望了一眼 城池所在的地方 静悄悄地 一片漆黑 池舅舅 真的不在那里了 她猝然之间 心生茫然 高一脚 低一脚地 随着吉颖 回了晚乡居 樊妻等人 都低声地欢呼 只有周绍锦 望着吉颖 消失在夜色中的身影 越发觉的心中 茫然不知所措了 回到晚乡居 周绍锦一夜都没有合眼 她一直仔细地 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偏偏却什么动静也没有 好像她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一个梦一般 第二天早上 她破天荒地 两个眼圈发黑 复制她梳洗的 诗香和春碗 也好不到哪里去 不用当直的樊流氏 更像是凑热闹似的 早早地就过来了 帮着诗香和春碗 递帕子 递把镜 忙前忙后的 目光几次 落在了周绍锦的身上 都欲言又止地挪开了 周绍锦就是在迟钝 也看得出樊流氏 这是有话要跟她说 她索性打发了 屋子里其他几个服饰的人 问樊流氏 妈妈有什么话要说吗 樊流氏文言和诗香春碗 交换了一个眼神 三个人齐齐地 跪在了周绍锦的面前 低声地道 二小姐 我们昨天回去想了又想 遇到池四爷的事 只能当作没有发声似的 烂在肚子里 以后不管出了什么事 谁问起来 也不能说出来呀 她说着 目光阴阴地望着周绍锦 好像要周绍锦 给她一个答复 她才安心似的 周绍锦 木然就明白过来 本集到此结束 欢迎收听下一集 喜好 欧潮